花友们大家好 今天去了一趟home depot 发现他们家上无尽下了 而且还在隐形打折 标的是$19.99 实际上是$14.88 中国绣球的花友一定都知道 无尽下它可谓是绣球里边开花的战斗机 它的花期比普通绣球长10到12周 它可以从春末一直开花到整个夏季 普通绣球花期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 而且无尽下花又大又圆 调栏可以调出各种梦幻的色彩 相对于其他品种的调栏 无尽下相对要容易很多 这对于我们这里土壤偏检性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无尽下是新脑枝开花 当夏天它的花开败以后 及时的修剪去残花 并适当的施肥 它是可以在萌发新芽长新枝 然后再次爆花 建议在6月10号之前要进行修剪 这样它才有足够的时间运累 无尽下有这么多的优点 那我们肯定想知道 无尽下和普通绣球有什么区别 要识别无尽下 我们可以从绣球的外观看起 先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脚一般绣球要薄一些 而且颜色也要黄一些 叶片的形状比较圆润 叶表面纹路很清晰 而且摸起来有点凹凸不平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锯齿非常的明显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 花色是不是渐变色 如果视为渐变色的多 则为无尽下 若是比较统一的颜色 颜色鲜艳的话为普通绣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无尽下系列的五个品种 它们分别是本出 新娘 辣喊 路放 和席下 本出是最开始的一个品种 也就是我们在 Home Depot看到的这一款 新娘一般叫它为 娇修的新娘 原因在于它 纯白色的绣球花色里边 透着一抹粉色 蜡汉是无尽下系列 唯一的一款平顶绣球 也就是Lace Cap Hydrogen 路放是红色的枝条 紫红的花茎 多色的花朵 非常有特点 洗一下 在颜色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鲜艳的 富盆紫红和霓虹紫 两种新的颜色 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 最初的发现者 以及Belly Lursery 十多年不懈的努力 绣球相比月季 种植要容易得多 它不太害怕砸根 感觉只要水分充足 给它一定的遮阴 就能长得非常好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面看几款 我这个从非常小的苗 养了一年以后开花的绣球 养了一年以后开花的绣球 在今年我们统维的水分充足 做 Springs 感谢观看